世界第三大漫画展 法国安古兰漫画节盛大开幕 活动选出全世界最杰出的漫画家 台湾有六名创作家入选 其中入围数位漫画奖的刘倩凡 首度投稿就拿下第二名 文化部连续第七年率领十二位台湾漫画家 前进法国安古兰的漫画展 今年有六位漫画家入围 其中入围数位漫画奖的刘倩凡 第一次投稿就拿下第二名 超开心 数位漫画算是蛮新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们台湾也是优势 因为在台湾数位漫画 像是在网路上看漫画这件事情 大家还蛮多人认识 蛮习惯的 大学的时候其实很迷宫继绣的动画 所以那时候曾经就是 梦想自己要当动画师这样子 如果是用漫画来表达 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话 会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适合 安古兰漫画展 全球有五百多位漫画好手角足 而台湾入围的新秀奖跟 诸位漫画奖风格多变 而刘倩凡的得奖作品 《潜水》是用动画描述 听障女孩的一天 用日常故事凸显听障者 听到声音的感动 替台湾拿下参展来第一面奖牌 除了漫画台湾馆也特别带了 充满台湾菜市场味的 茄纸袋当作替代 让不少外国人觉得好新奇 而这个漫画展每年会吸引 二三十万人参加 已经是国际漫画界的盛世 这回漫画家带着最新作品 还有浓浓台湾味的袋子 飘扬过海 再次展现台湾文化及艺术 软实力 你是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